因为不理解无常,绝大多数的人总是放纵自己,享受生活,虚好光阴 多数的年轻人可能不觉得生命的过程是痛苦的 即便是有姻缘认识了佛法,也觉得自己还年轻 以后还有很多的时间来学佛,却不知道无常何时到来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悲花 那我是在三年前跟我们的恩师结缘 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佛法 认识宽如法师真是我人生最大最大的福报 那还没学佛之前的我,觉得学佛是老了才学 或者是退休后有时间才学的 可是认识了师父以后,让我知道佛法在我们人生中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人生都离不开佛法 有了佛法就会有办法 那师父常常都告诉我们 什么是我们人生中的所有贪嗔痴慢疑 所有八万四千种的烦恼跟病 只要有了佛法都会很快好起来 所以呢,我非常非常感恩师父 更重要的是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 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今天都牢牢在一起 正当我要懈怠的时候,觉得可能年纪比较年轻 不要放肆的时候,我都时常记得这句话 师父问我们,其实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 那学佛真的是人生无常 这四个字让我深深地领悟到 学佛不是老了才学的 是我们当下因缘成熟以后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甚至是认识了宽如法师 这位高深大德 真是我们人生很大的福报 一定要好好的跟随下去 能够理解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无常 希望解脱就必须修道 在宽如法师的指导下 希望能够断造恶极苦的因 而达成灭苦沉道的目的 十方新闻记者赖英荣桃园采访报道